针对华航机组员染疫事件 昨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对华航机组员展开清零计划 也就是长城航班的居家检疫天数 要从现在的三天延长到五天 但为了避免航班受到影响 机组员在九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是可以派飞工作的 现在又遭到机事工会质疑防疫只做板头 控制疫情 华航机组员已经展开清零计划 但就怕航班营运受到影响 还是只能选择折中的检疫方式 目前华航长城航班居家检疫增加到五天 但只要裁检一次阴性 后续九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 还是可以派飞执行勤务 被机事工会质疑 清零计划只做半套 防疫破口还是存在 专家坦言十四天停止派飞 虽然比较安全 但在不影响航班下 真的很难落实 他提出另一个防疫重点 目前华航机组员居家检疫期满 后一共要做五次裁检 但其中三次的唾液裁检技术 精准度还有待学界证实 会不会是另一个破口 专家建议指挥中心应该让机组员集体抽血 速度快准确率也高 尤其大部分机组员都还没打疫苗 最好所有航空公司都要一起实施清零计划 才能真的防止疫情扩散 华日新闻才提供一带入前才报道